感情里最可怕的不是争吵 不是拒绝 而是这三点 爱总会让人承担很多的风险 就像是手里的股票 你不能全部抛出去 但又亮着红灯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时间和精力 就此打了水漂 我们的感情生活中 有事有伤害 想着自己慢慢地消化掉就可以了 可以硬如磐石的小事 只会在一天天过去中长大 最后成为一发不可收拾的怪物 如果不能两个人用合适的方法解决了 那迟早会成为分手的导火线的 感情你最怕的其实还是这三点 一 感情最怕拖着 拖着拖着就忘了 我特别喜欢薛之谦的那首歌《演员》 很喜欢这首歌 其中一句歌词 其实说分不开的也不见得 其实感情最怕的就是拖着 感情你最怕的就是拖着 别等到两个人都被磨掉了 爱的能力和勇气 才想着要放过 当看破一切的时候才知道 原来失去比拥有更踏实 不爱了就趁早 谁都没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浪费 总有一些人会慢慢淡出你的生活 我们要学会的是怎样去接受 二 感情最怕你的深情只剩无动于衷 一个人要是没把你看中 不管你多主动 都会声色不动 一个人要是把你放在心中 只要你说一声就会一马行动 掏心对一个人好 要看值不值得 谁拿你当个宝 其实你可以感觉到 有多少人深藏心底却没有勇气再联系 有多少情刻骨铭心却没有机会再珍惜 时间长了就会知道谁是真心对你好 谁是假意对你笑 日子久了就会明白 谁会肝胆相照 谁会转身就跑 心疼你的人舍不得你疼 不疼你的人不在乎你疼 三 感情最怕有说涂抹 福布斯榜上有个富豪的采访 记者问他对未来女婿的标准是什么样的 他说我是真的希望未来的某天 我的女儿会告诉我 爸爸我喜欢上了一个人 他没房没车没存款 但我就是喜欢他 也许这句话会被很多人吐槽成 还不是因为你有钱才敢这么说 但仔细想想 这才是对爱情最好的理解和诠释 真正让人羡慕的爱情 从来不是那种外人眼里的般配和谐 难道很多时候 正是两个人发自内心对彼此的肯定 哪怕最开始的时候会遭遇各种阻碍 只有当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你什么都不吐 只因为他是他自己 而无人可替代 也许才可以让这段感情 存续的更长久 说到底 在一段感情里 你唯一能吐的就是他对你的那颗真心 如果你真的喜欢对方 喜欢就回应 不喜欢就别拖着 别无动于衷 别总是有所涂抹 耽误了别人 也折磨自己 要均持 适度就好 放太久 再炙热的心 也会慢慢变的 没有谁有义务 一直对你好 且行且珍惜 无论是在一起 还是分手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